妈妈 看点电视呢 看什么电视 跟她看半天了 爸爸 去赶紧 赶紧 和我 走 妈呀 别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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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这套 乖 乖 乖 我看你公司挺好的 我看这电视还暴露那种 凑合了 不是 爸 没有 有啥话你就直接说呗 咋就张不开嘴呢 有啥张不开嘴的呀 我是你儿子 你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呀 对啊 那时候啊 我 我是想给你借点钱 买没就买了 谁赔去了 我是想给你弟弟 在北京买套房子 吓我一跳 不是 给二行买房子是好事啊 他正好他也有落脚点了 对不对 你这天天呢 在外面租房子 那不等于 往水里扔钱吗 想一块去 咱爷俩想一块去 你说这二行子 要是在北京扎些根来 那咱老持家以后 就有指望了不不是 对 那以后你们两口子 杨杨 那以后就上北京读书 这前后脚的事嘛 这不就是 对对对 我呢反正在这儿 混了一辈子 往后这三代 还得靠上二乡子 往外趟 你就是啊 嗯 嗯 是我的朋友 开门情 往下吧 那个 多少钱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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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我套了 我借给我兄弟 来 老大 啥也不说了啊 爹替你爹替谢谢你 这几个啥 谢了不是应该的吗 吃饭 吃饭 你这都走个什么风格的呀 风格一般人理解不了 就是曲高鹤寡的艺术家呗 不敢说吧 但是我心向往之 哎 大艺术家 人家那刘总可又来找你呢 每个刘总 还有哪个刘总 就超市那个 人家想让你帮着设计 他所有的工厂的连锁线 也算是回头客了吧 就是那个 让我给他画那大灯笼那个 对 干嘛呀 老婆 你没事吧 那个姓刘的 什么都不懂 就是一爆发户你知道吧 他要的东西呢 我理解不了 我给他设计的东西 人也接受不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 你嫌他土 你不喜欢他要设计的东西 哎 可是怎么着 咱也不跟钱过不去 是不是 不是老婆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知道 一路走过来 真的 我很谢谢你老婆 你给我接了特别多 各种各样的设计的活 可是这不是我的专业 你明白吗 好多活业不是我喜欢的 但是我 但是我又很有压力 你知道吧 如果我完成不好我怕你生气 所以我只能完成了 我就剩这么点梦想 画画的梦想 我觉得现在如果我不去坚持 我总觉得我对不起我自个儿 你明白吗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 我也没说不让你画画呀 但是亦诚 你现在开了工作室 你就是开门做生意 你开门做生意 就需要有长期合作的伙伴 现在有人愿意跟你长期合作 你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高兴了 我不开心了 你知不知道啊 我没别的要求 真的老婆 我没别的要求 我的要求很简单 你给我一个月 不用一个月不用啊 一个星期哪怕一个下午 我只要一个下午的时间 你让我干点自己喜欢的活 我仲诚有没有这个权利 你说说 行 但是恐怕要下一回 你什么意思 我跟她把合同签了 咱们下一回 行吗 乖 哎呀 倩倩你别忘了 你听她说 在这房子就这么丁 妈 对这个房子特别的满意 哪儿哪儿哪儿都好 志祥 嗯 哎 我没事 妈是高兴 啊 那个志祥啊 嗯 是这样的啊 咱们刚才呢 把定金给交了 嗯 接下来是不是 嗯 就应该付那首付款了 应该的 应该付 嗯 嗯 人家刚才那瘦瘦小姐也说了 嗯 在一个月之内呢 一定要凑齐四十五万 嗯 嗯 妈那十五万是搁在那儿的 那是没有问题的 嗯 嘿嘿嘿 那 现在就是那个 嗯 嗯 那个 你爸呢 哦 我爸那门的三十万 嗯 应该没问题 不不不不不 肯定没问题 您放心 肯定没问题 妈放心 嗯 哦 是这样的啊 哲晓 你看你办事啊 做事啊 妈是觉得特别的靠得住 嗯 你刚才把那两万 定金一掏出来 真是给妈一个惊喜 嗯 嗯 可是这三十万呢 毕竟不是个小数 你这做孩子的 嗯 肯定也做不了主 还得是家长定 嗯 嗯 妈 我爸跟我说了 他那边那钱呢 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两天他就给 给汇过来 所以您放心 真放心 啊 真的啊 我这心 我这心可算是踏实了 踏实了 踏实了 不是 妈这一谈到钱的事吧 这个 毕竟是知识分子 一说到钱就是 老有 老有种感觉 说不出口 哈哈 那有什么不知道 怎么开口的呀 嗯 喝点水 喝点水 呦 今儿怎么落单了 啊 灵翘去剧组帮忙了 我一人吃饭没意思 回来随便凑合一个 哦 凑合一下 那我看这个就 哎不不不不 迟哥 迟哥 什么 迟叔 迟爷 这研究什么呢 股票啊 什么 山药 什么东西 山药 能听懂普通话吗 山药 啊 不前两天不还有什么区域这呢吗 不是蟋蟀哥 这 这又成山药哥了 你懂什么呀 我说你个大老爷们 天天对着电脑使劲 就知道对着电脑使劲 这两天没看电视吧 这一个礼拜的养生节目 都主吹山药 跟商量好了似的 哥们连仓库子找 下个礼拜 这山药绝对翻番 而且不止一番 我说你为了赚钱 不觉得缺德了吗 不是你告诉我 怎么挣钱不缺德 卖雪 卖雪机的 哥们晕雪 你怎么不晕钱呢 我不晕呢 我去 那你没车 你 你今儿不是陪丈母娘看房去了吗 怎么着 人家不满意 人满意 钱不满意 差多少 差我爹大包大揽那三十万 嗯 肯佩洛池 就您这么两千三千的挣 什么时候能挣够三十万 咱该啃的时候还得啃 啊 谁让咱没靠山呢 不啃亲爹啃谁啊 再说了 等你以后发财了 再给你爹买两个大房子不就完了 我爸身上没什么肉 你让我啃的什么呀 啊 你 你爸不是做贸易的吗 还国际贸易吗 我什么贸易呀 他就嘴硬 为的就是不在我丈母娘面前丢面子 我跟你说 这我真担心 我就怕他为我这事 借很多钱欠一屁股债 烦死我了 你呀 不用担心 这年头能借着钱就算不错 你偷着乐器了你还担心 不是你现在都什么路数啊这是 不是你借我三十万 你借来我要 所有人都把东西都考虑过来 你吸引了每一条都回应